美国掌控台湾到什么地步 施压台湾设P4实验室 这是台湾的媒体联合报独家提报 美国施压台湾 要求台湾的军方要设立一个P4实验室 研究生物战机 舆论大华 蔡英文办公室跟国防部通通都立刻否认 发表一次两次新闻稿 还严厉指责说 这是中国制造的假消息 AIT当然也立刻站出来驳斥 说没这回事啊 捏造不实的消息 那到底是真是假 7月12日联合报甩出了证据 证据呢 是一份会议记录 台湾官方的会议记录 会议的名称叫做南海工作会议 会议的日期是2022年6月23日 也就是去年的6月23日到现在已经满了一年了 会议的主席是苏院长珍昌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苏珍昌 那么如果这一份会议记录不是捏造 不是造假是真的 那台湾的情势已经违在旦夕了 当然我们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可以证明台湾的情势已经不容再拖了 那从里面发言的记录来看 这是民进党的吗 不是 这是属于行政院的 可是行政院的开的这个会议 因为里面有各部会的发言 可是不是民进党的 这行政院的 内容却党政不分 公私夹杂 等于说 台湾的所有的资源是捏在行政院长手里的 但他要达成的目标 不是台湾的利益 苏珍昌作为会议主席 一开始就说因为疫情确诊暴增 民意对本党及高层民调影响甚至 总统只是要对近期影响本党的形象如何如何要怎么样要做 所以你看他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改善民进党的形象 他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开会 他不是说台湾现在有什么政务要如何如何如何 竟然是纠集各部会 要为民进党的形象来努力 所有政务的事情要解决 通过在这里解决 党政一起了 党政不分家了 民进党可不是这么说的 民进党每天都在骂大陆 党政不分了 以前人在骂国民党党政不分了 这个会议就是民进党的党政不分 所以苏政长一开会就说 最近民调很差 本党跟高层怎么怎么样 大家努力挽救我们 接下来各部会就发言 各部会的公务员 有卫福部 有农委会 有国防部 国防部的发言根据会议记录就是说 一美方要求 我国研发生物战技的能力 规划设置新建生物安全第四级实验室 就是所谓的P4实验室 然后他报告 本部已经完成 规划了 美方将派员协助审查 规划案 不是行政院派人审查 是美方来审查 这很好笑 台湾自己做不了 P4实验室 要美方审查 然后他说 根据这个本部的规划案 美方会针对不足 或者需要改进之处提出意见 我要 承给美国看 美国看看 这里要加 这里要减 这里要怎么样 像话吗 台湾是美国的次殖民地吗 凭什么美国派人来审查 那你看苏贞昌怎么答复 他的回答 清晰直白 他说 建制生物安全第四级实验室 其发展 无人机 这两件事 系美方之要求 很清楚 系美方之要求 而总统非常重视本案 请国防部务必依进度管制执行 以提升我国防实力 所以很清楚 美国要求无人机 要求批货实验室 美国要求两个 苏贞昌意思是说 这个是第一等 最最最最急的事件 你国防部 你好好给我做 你快快给我做 不得延误 蔡英文 最最重视 因为这是美国要求 AIT 第一时间出来反驳 他说 我们美国是签署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 我们怎么会 要做生物制剂呢 好笑吧 但是美国在全球 都在别人的国家 建立了两百多个生化实验室 乌克兰就有 请问你美国要干嘛 你美国为什么要在别的国家 设生化实验室 你为什么不在美国本土啊 你在别人的国家 设立生化实验室 是不是因应当地 人种种族气候 整个的不同 你要研究生化武器 第二 你是不是要逃避美国国会 自己的监督 是不是 不让你美国解释一下 全世界除了美国 还有没有别的国家 是在别的国家 设生化实验室 一设 设两百多个 这一回啊 美方要求台湾军方 设立批货实验室 军方哦 军方本来就秘密 然后这件事情是 美国发动 美国施压 美国要求 最后台湾的军方完成的规划 送给美国审查 台湾从头到尾是在执行美国的命令 苏贞昌 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证实了 美国施压 叫台湾搞 但美国 可以在幕后 伸手伸脚 又不受美国国会 不受美国 自己的民意监督 多好啊 那这里面 有一个事情啊 因为 提到无人机案 无人机案 美国要求台湾 建制无人机 这件事情 之前媒体已经公开了 但这个见不得人的 生物战绩 或批负实验室 在这个会议记录被公开以后 蔡英文 还要怎么否认下去呢 而会议里面啊 跟美国施压有关的 还有入境管制 会议里面提到 美台商会 还要求台湾 美台商会是一群商人啊 竟然公然要求台湾 要解除 因为疫情 而产生的入境管制 于是啊 卫福部 把染疫的人数降低 操弄数字 说哎呀 现在染疫的人数低了 这样才能够为 解开入境管制 营造一个客观的条件 就是捏造数字 满足美国商人的要求 因为台湾一直有 各种各样的染疫数字 居高不下 那这样子就不能够打开边境啊 可是美国人要求打开边境啊 台湾只好捏造数字 让美国予取予求 捏造数字 干得出来啊 美国要啊 那我们在回想疫情 台湾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台湾对大陆呢 是严防死守啊 但是只要是美国入境 日本入境 欧美入境的都不设防 通通都可以进台湾 最后造成了台湾一大波疫情 当时好几个中研院啊 还有美国人啊 从美国过来的 全部都是带了疫病过来 所以台湾啊 你不要跟我讲疫情 美国人叫你开你就开 美国人叫你跪你就跪 美国人叫你染疫你就染疫啊 台湾的国防部 针对这个批货实验室 新闻稿里面还有一段 他说 国军核生化战争备 军以防护能量为发展的主轴 批货实验室的目的是 侦测防护跟治疗 我们不是要发展呢 台湾绝不发展 也不制造 也不储存 也不取得生物战机 所以呢 台湾军方承认要做批货实验室 也没有否认是在美国要求下 但是他说 我们只是侦测 我们只是防护 我们不否认 我们要搞批货实验室 但我们没有要制造 好啦 那你相信吗 所以联合报的爆料有错吗 你有这个批货实验室 美国必在幕后秘密的搞 那会搞什么 你说没有就没有 这份会议记录啊 如果是真的 那美国跟台湾的否认 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有多少美国跟台湾否认的 事后都证明是真的 你连数字都可以捏造 台湾人的东西美国要都要了 你要知道台湾人的DNA啊 就是中国人的DNA 中国台湾DNA难道不是中国的DNA 所以针对台湾人的DNA做生物的各种研究 对美国是有莫大的价值 美国没有办法大拉拉在中国大陆里面 设一个批货实验室 但他可以在台湾做 而且台湾出钱啊 给美国管 美国要台湾干嘛 台湾就会乖乖干嘛 无庸置疑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如何让台湾免于被美国掌控 你不要天真的以为 你只要下架民进党 把民进党拉下来 就可以不受美国的种种的掌控 我们来看要选2024的几个 民进党不用讲 来听都不用讲 柯文哲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今天讲的话明天忘记 早上讲的 下午否定 他连美国在台协会 要在内湖要一块 初级中学的一大片地 要来坐停车场 他乖乖奉送 柯文哲 胆敢拒绝美国吗 看郭台铭 郭台铭讲的好像很有气魄 他都是假的 他连苹果都不敢说不 他可能拒绝美国吗 更何况啊 郭台铭 他对美商辉锐啊 奉若神明 觉得辉瑞已经是像上帝一般的存在 他还跟辉瑞要展开商业合作 要在台湾要开发癌症的治疗 癌症治疗那是多大多大天价的生意啊 你觉得他会跟美国说不吗 他敢跟美国说不吗 他的衣食父母是美国啊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敢不敢对美国说不 所以我希望侯友宜 你公开表个态吧 虽然我也不太相信 我也很悲观 对于你会拒绝美国 我也真的不相信 其实我一直在讲 不要相信台湾任何人 两岸只要继续维持现状 台湾在美国的施压掌控 彻底控制之下 干出任何事情都不要意外 你不要觉得意外嘛 怎么可能有人会反对美国呢 不想活了吗 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吗 不要荣华富贵吗 两岸再这样拖下去 哪一天台湾在美国的掌控下 出现合物 也不要觉得意外 台湾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来说说柯文哲 柯文哲本来得意洋洋 他宣布要去北流开演唱会 要造个事 北流是什么呢 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是个公家的机关 他讲半天很得意 结果依照规定 北流是不可以办政治活动的 所以北流拒绝了柯文哲的造势大会 不爽之下 他的强迫说谎证 他的反民主心态 他的梅家教政后群 全部大爆发 他假装感态呀 哎呀 事态炎良 人走茶凉啊 哎呀 我一下台就不让我办啊 本来原先是要在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办嘛 因为那个是东西门户计划一个重要的政绩 本来想说夹带 假装要去唱演唱会 然后可以把政绩给大家看到 结果事态炎良 你知道我当市长 市长现在还不到三个人 不让你办是不是 我猜 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 不会到皇上那 太酸 到太监就解决掉了 不会到皇上 他意思是 北流的董事长 黄运林是太监 然后蒋万安是皇上 柯文哲就这种人 他的内心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素养 黄运林是民歌手出身啊 那那个场地 本来就是要办民歌 办流行音乐的 而且这个使用规则办法 本来就规定不可以举办任何的政治活动 那你柯文哲不是要选2024吗 你不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吗 你不就是要利用演唱会的形式来造势吗 还假惺惺干嘛呢 他骂黄运林是太监 台湾整个音乐界 极度的反弹 经典的老歌手珍宁回呛说 黄运林如果是太监啊 你柯文哲连公公都不如 即使是柯粉四处骂人出征 柯文哲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假惺惺的道个歉 那柯文哲为什么非要去北流办这个演唱会 有很多地方他是可以租下来办演唱会啊 为什么 因为他要假装北流是他的政绩 事实上北流是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发想的 他定案的 是马英九当市长时候 边下预算的 是好龙兵当市长的时候 动的工 到柯文哲捡了个大便宜在他任内玩工 他只出一把剪刀他去剪裁 又不是他干的 不是他搞的 他上来的时候 人家工程就已经做到一半了 但他就到处假装 到处蹭 到处偷强拐骗 要把北流当成他的政绩 他又站在北流开演唱会 造势讨好年轻人 然后把功劳打包变成是他的 你不过就这样子而已啊 事实上当初北流设计 本来就是希望留给流行音乐界一个纯净的原地 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办活动 柯文哲他明明知道他不可以去那边办政治活动 但他说谎说惯啊 擦边球打惯啊 他以为可以说我办一个KP秀 就是演唱会 就不是政治人物 他就假装自己不是政治人物 办的不是政治活动 他以为他可以利用北流吸纳 年轻人却没有想到北流 安安分分守规矩 不准办政治活动 所以拒绝他 他没想到啊 他一直以为 我自己有官威啊 人家拒绝他 他就恼羞成 说人走茶凉 也没错 因为啊 他当市长的八年 权力在手 大权在握 胁迫威逼利用职权 把台北市政府当成他开的小店 把台北市的公务员当成他的家臣奴才 干了多少不应该干的事情 他习惯了 不遵守法律 甚至他临下台前 他还利用台北市的预备金 预备金就是说 因为很多预算都前年编了 那如果今年有灾害 要临时有一笔钱 所以台湾的各个机关 都会有一笔预备金 就随时有灾害都可以用 他竟然用这笔预备金 拿来搞自己下台前的毕业秀 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台北城市展 花了几千万了 要帮黄珊珊选市长造势 也帮自己下台以后 要选2024造势 到现在台北市政府 还没有办法和销这笔账 他在台北市政府 跟相关的机关 用公堂大量养 柯文哲自己的网军 还让他的网军头子 去悠游卡管公司 管悠游卡公司 他为了偷水电 偷办公室的空间 他把民众党的办公室 设在立法院 设了很久 他为了展现他的官威 他把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 台北市的分局长 下令拔官 台北市的公务员 在他眼里 都是走狗 他欺压公务员的事件 太多太多 庆竹难书 写都写不完 但这也不过就是 柯文哲的日常SOP 基本操作而已 人性的卑劣 我们在柯文哲 他的言行举止 可以一次看个够 这就柯文哲 而这样的柯文哲 很多人 还在妄想蓝白河 你要跟这样的一个人合吗 谁蓝白河 谁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 我就绝对不会投谁 不要以为一个人 反民进党就是好人 柯文哲反民进党 柯文哲好人 黄国昌反民进党 黄国昌好人 馆长 他以前拿民进党的钱 他自己承认的 业配啊 知识太阳花 反民进党就好人吗 这个逻辑 我开始够强